今天的普拉提侧重于腰还有下腹 第一个动作到位支撑加桌面时 每个动作做16遍 可以反复4次 臀和小腹发力去折叠你的宽部 让你的身体前后移动 臀向上顶的时候把手臂放平 就是让你的背还有手臂彻底束展开 向前的时候腰背保持平直 不要塌腰 我为什么说今天的训练是侧重于腰和下腹呢 就比如说这个动作吧 是不是有练习到了臀 还有胳膊以及背部 好 然后来把腿打开的大一点 左手摸右脚 右手摸左脚 旋转我们的腹部 训练到了腹斜肌也就是腰 然后来训练一下腹部 下腹还有腿 腿向后伸直 然后交替的弯曲膝盖 腿向后伸直的时候 用你的脚跟去找低面 是不是拉伸到了小腿 还有就是不要塌腰 要保持腰背平直 为啥这个动作能练习到下腹呢 因为第一不要塌腰 你势必核心就要收紧 第二就是你曲宽 曲宽的动作就是在练下腹 好 姿势不要变 来左右侧支撑 左右旋转的时候 身子要保持一条斜线 然后把手臂彻底的舒展开 首先腹斜肌发力做旋转 然后是肩膀发力做支撑 胳膊放松 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到 那个支撑的胳膊上 好 好 行 好 然后我们来侧悟到垫子上 训练侧腹以及下腹 腿伸直 手伸直 然后来手碰腿 下面的臀大肌按住垫子 核心收紧保持身体的稳定 好 然后来整个身子支起来 手来碰腿 还是一个字啊 就是要吻 对不对 我每一次都在说吧 其实普拉提的每一个动作 都有练习到深层核心的稳定性 以及平衡性 下一个动作就更要求你的吻 还有平了 你看整个胳膊身子和腿 是不是一条很平的斜线 稳住 然后另外一只手上下滑 看看多稳 真的是 你看看我真的是一毫米都不太晃的吧 好 转回去做同样的三个动作 我们下午的时间内 也会不会做到最后一天 我们下午的时间 再见 我们下午的时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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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会帮助 我们下午的时间 聊天 我们下午的时间 我们下午的时间 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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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 最后我们来拉伸 手臂向上举 然后将右腕拉伸一下左边的腹部 转费地 Ministros 杨茜茜 那里 Horse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